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我今天来一个朋友家做客 然后突然发现他去年买了几株小葡萄 但是冬天他都没有剪枝 因为他觉得去年长得挺好的 好像不太舍得剪 然后我把他好好地教训了一通 因为这个第一年生的小葡萄 根系根本不够发达 如果你不给他进行冬剪的话 他今年一定长不好的 葡萄呢实际上冬简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这样的话 它夏天才可以长得好 枝叶才可以茂盛 尤其是第二年 第二年的时候它才会长更多的叶出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颗小葡萄 一般来讲呢 这个真的是太弱小了 这个一定是单个的煮慢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年生的小葡萄 我们基本上给它留两个 两个雅点就可以了 然后剪的时候呢 要注意 一定要剪在雅点的上方 要留出两到三厘米左右吧 所以这颗葡萄 应该我们在这里给它剪断 这样今年它就会长得更高 我们再看下一颗 同样呢 这颗葡萄只有一个组织 那么呢 有一个雅点 看起来已经发芽了 长得还不错 很明显的雅点 这一颗呢 这一颗我们可以在这个雅点的上方剪掉 因为好像 万一如果有的雅点长得不好的话 它还有一个备份的计划 所以我们这颗打算 剪在这里 葡萄因为是藤类的 它不是树 你一定要把它的根养护好 这样它才会长出更茂盛的 叶子 长出来更多的茎 保证它的养分供给 葡萄实际上是一种 喜欢大水大肥的植物 它每天的光照需要六个小时 它既喜欢水又怕烙 所以一定比较适合种 在那种沙纸的土壤里面 葡萄一般是两到三年就可以结果 那么它的树林可以达到二十年以上 如果你的养护得当的话 这一颗葡萄呢 我们想最好的位置应该是在这里剪掉 下面留两个雅点 这样就比较好了 那么春天来的时候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施肥 葡萄比较洗肥 所以最好春天的时候 给它使用大量的蛋肥 或者是用一些豆制品发酵的 像豆渣之类的 或者是尿素肥 这些东西它都比较喜欢 我们夏天的时候再见吧 看看它们夏天的时候会长成什么样子 谢谢大家